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一些鞋子呢 也是用这种鞋底的织法 所以今天呢 这里给大家统一的来录一下 那在前面第156集 我也曾经给大家录过一次 但那里的起征数呢 当时不小心说错了 所以今天这里呢 再一次来给大家录一下 就是录这种 我们是片质的 这个鞋底是片质 最后是把它对着缝合的 这一种鞋底的一个统一通用的织法 那我这里用的线呢 示范用的线呢 是五股牛奶棉 然后棒针用的是十号棒针 大家在织的时候 在看教程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灵活运用 就是呢 比如说同样的针线 因为每个人的手劲不同 最后织出来的成品呢 它也是会有一定差异的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的针线比我的更细的话 那么你起征数啊 或者杭数 都应该比我织的稍微多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学的是一种方法 要学会灵活运用 好的 那我们这里呢 就从这个鞋底开始 咱们先把这个鞋底来学会 好的 我们在线的一端 好 我们把这个挂到棒针上 这个就是一针了 接下来咱们用右手的十指捞线 挂到棒针上去 这个就是两针 三 四 五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起针 好 那我这里示范的是 五果牛奶棉加十号棒针 所以我这里的数字大家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0到3个月的宝宝 咱们起35针 3到6个月的宝宝咱们起37针 6到9个月的宝宝咱们起39针 9到12个月的宝宝咱们起41针 这个我们要起的是单数针 好 单数针 那今天我起一个37针给大家做示范 咱们需要的起针数呢 起好之后 那么新手宝宝你可以在第一针上 放一个记号扣 这样呢 方便你后面缝合的时候 你就非常容易找这个针目 如果是你能找得到 你不放也可以 最后一针就是咱们这个支线上面 好 那我这里我就不放了 好 我们起好针之后 咱们不管你是起多少针 支哪一个尺码的 咱们现在第一行都是不加不减 每一针全部都支下针 第一行支完翻转来到第二行 第二行开始呢 从第二行开始咱们的第一针就不能支了 我们要反调不支 再把支线放下来 然后在后面每一针不加不减 全部都支下针 第二行支完 我们又翻转来到第三行 那大家会发现我们支完两行呢 这里就会有一条这样的凸起 一条杠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支的就是搓衣板针的花样 这个鞋底 它的花样是搓衣板针 那么每一条这样的凸起 其实就代表两行 那另外就是我们支单速行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起针线头在左边的时候 朝向我们的是这个小鞋子的正面 是正面 好 接下来我们第三行 那这个这种鞋底呢 我们从第三行开始要加针 要开始加针 那么加针之前呢 我们先要找到它的位置 我们在倒数第一二针这里放个记号扣 然后呢是我们在第一二针这里也放一个记号扣 另外就是我们找到最中间的一针 在它左右两侧分别放一个记号扣 记号扣都放好了 那也就是这里现在有四个记号扣 那我们现在第三行开始呢 我们要加针每一次加针咱们都是在正面加 反面都是不加不减 然后每一次正面的加针 都是在四个记号扣的这四个点上来加针 所以你只要掌握到这个规律 那这种鞋底呢 它其实编织呢也是蛮简单的 好 这是第三行 我们要开始第一次的加针 咱们反挑第一针之前放下来 那么我们第一个点的加针永远在第一个记号扣 就是这个蓝色记号扣的右边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 永远在蓝色记号扣的右边来加针 这个加针咱们就直接可以这样 加一针 好 加了针之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本来是一针 加了一针现在有两针 加了针之后咱们把记号扣移过来 那么两个记号扣中间的帧数 每一行它的 它这里的帧数每一行都是不用 没有变化的 有变化的永远是这个 记号扣地方的帧数有变化 比如说我这里37帧 那么我中间这里就应该是 37减3嘛 34 34除二就应该是17帧 明白吧 如果你起的是35帧 那你这个地方就应该有36帧 所以不管你是起针多少 尺码多大 咱们的方法规律永远都相同 好的 中间这里 我的17帧呢 制好之后 我把记号扣移过来 我们就来到第二个点的加针 第二个点的加针也就是 永远在我们红色记号扣的左边 永远在红色记号扣的左边加一针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好 加完一针之后 再把这一针给织掉 那么这一针就是我们这个小鞋子 和这个鞋底最中心的一针 好的 中心这一针织完之后 然后来到第三个点的加针 也就是第三个记号扣 第三个点的加针 永远在这个紫色记号扣的右边 永远都是在它右边加一针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加完针之后 我们把记号扣移过来 然后就再来到了这一侧的17针 那么这里的17针 跟这里的17针一样 是每一行都不会有变化的 它的针数 17针 17针织完了 把记号扣移过来 来到了第四个点的加针 黄色记号扣这个位置 第四个点的加针 记住永远在黄色记号扣的左边 永远是在它左边加一针 好 加完一针 然后最后这一针咱们再织掉 这就是第三行的织法 反面第四行 我们说过不加不减 第一针反条不织 后面每一针 好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刚才加的这一针 这一针咱们也是正常织下针 好 后面的每一针 咱们都是不加不减 全部都直下针 四行织完翻转来到第五行 又来到了正面 所以我们织完的四行 在正面看来就会有两条杠 两条杠 看到没有 这就表示织了四行 好 那么这样呢 表示我们加了一次 是吧 我们说过每一次加针 都是在正面 反面不加不减 每一次都在正面 所以织完第三行第四行 说明我们加了一次针 每一次加针 说明都加了四针 好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然后现在我们第五行 第五行呢 加针规律跟第三行完全相同 第一针反条不织 好 然后这一针我们要织掉 我们说过第一次 第一个点的加针 永远在这个蓝色记号扣的右边 好 永远在它的右边加一针 好 加完针之后 中间呢 咱们又是不加不减的织 好的 把红色记号扣先挑过来 第二个点的加针 永远在红色记号扣的左边 永远在红色记号扣的左边加一针 加完针之后 这里还有三针 咱们把它正常的边织 都织下针织过来 然后就来到第三个点的加针 第三个点的加针 我们说过永远都是在这个紫色记号扣的右边 好 不管你起几针 永远都是在它右边加一针 加完针把记号扣移过来 那这里的十七针我们也不加不减的织过去 十七针织完我们把记号扣移过来 来到第四个点的加针 永远在黄色记号扣的左边 这个规律永远都是这样的 一定不会变化 不管你是织哪个尺码的鞋子 起多少针都是这样 不管是第几次加针都是这样 好的 然后翻过来来到第六行 第六行咱们又是 第一针反条不织 后面每一针不加不减 全部织下针 第六行织完 翻转来到正面第七行 织完六行我们正面看就会有三道杠 三道杠 我们第一道杠是第一行第二行是不加针的 对吧 说明我们这里呢已经加了两次了 加了两次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会有三针 然后这边也是三针 那中间就应该有五针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检验一下 自己有没有知错 好 我们就是每一次都用这种规律一直去加针 那么零到三个月的宝宝 你只要加三次就可以了 也就是再次两行就可以 那么接下来的第七行的知法是 第一针反调不织 咱们先织两针 然后再来加针 好 然后中间把它织过去 先把记号扣移过来 第二个点的加针 然后再把中间这几针都织为下针 织完之后来到第三个点的加针 把记号扣移过来 中间这些针数又是没有变化的 把记号扣先移过来 进行第四个点的加针 加完针之后 最后几针都织下针 这就是第七行的知法 翻过来第八行 第八行又是不加不减的 只有第一针反调不织 后面每一针不加不减 全部都知下针 第八行知完翻转来到第九行 那么我们如果是知 零到三个月宝宝的小鞋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底部只要加增加三次 加增加三次 也就是你知道第八行就可以了 好 那么加增加三次 每一次加四针 一共加了十二针 我们起三十五针 所以你最后加增完了之后 你的总增数是四十七针 这是零到三个月的宝宝 那如果是我今天知的是三到六个月的宝宝 我起了三十七针 那么我加增要加四次 也就是接下来的第九行 第十行 第九行第十行 我还要第九行 我还要加增一次 然后第十行不加不减的知 我要加增 就是一共要加四次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知三到六个月的宝宝的小鞋子的话 我们加增要加四次 好 要知道第十行 那么第十行加增完了之后 我们的总增数应该是三十七加上一十六 等于五十三针 五十三针 那么如果是六到九个月的宝宝 六到九个月的宝宝 我们加增也是加四次 也就是知道第十行 知道第十行 那么我们加完增之后 总增数就是三十九加上十六 等于五十五针 最后九到十二个月的宝宝 九到十二个月的宝宝 我们加增要加五次 要加五次 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我们要加五次 你要知道第十二行 知道第十二行 那么最后总增数是 起增数的四十一加上二十 等于六十一针 好 所以大家呢就按照我们这个方法 织 织完了底部之后 然后你再去 接着你的下一个教程 看一下这个小鞋子 上面该怎么织 该怎么织 需要织这个狗牙边的 咱们就织狗牙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最后一次的 再给大家详细的录了一遍 这个这种对折缝合型的 这种宝宝鞋鞋底的织法 那以后碰到这个 我就不再录了 大家就都来参考一下 今天的这一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